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打磨比例不合适 看起来有形无神 这个学员呢 它主要问题是打磨比例不合适 打磨比例不合适的话就牵涉到它具体动作 具体动作影响你的打磨比例 打磨比例摩擦角以前很多视频都讲过 前提是拍面跟小臂四周平面同一个平面 这种情况下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比如波尔这个样子 拍面跟这个小臂四周平面不在同一个平面 这个以前讨论过就不讨论 我们讨论通常这种情况 打磨比例主要讲这个 这个球拍 接触球的水 球在这个地方 沿这个方向 摩擦球的方向 我们要切向速度 这个叫切向速度 沿水平方向 要击打速度 打磨比例不合适于牵涉到的这个动作问题 对于产生切向速度 水平速度哪个产生呢 水平速度大臂应该往水平可以动 要往水平转动 所以水平速度要大臂形成它的水平速度 小臂能不能形成水平速度 小臂不一定 小臂产生的局势切向速度 局势切向速度 那么复合速度呢 我们或者叫这个 合速度 就是这两个速度的合成 这个叫合速度 这个叫磨砂角 我们叫磨砂角 所以在磨砂角的定义中间 我讲过 这个磨砂角就是 合速度跟切向速度的夹角 这个磨砂角呢 就代表了你的打磨比例 你的磨砂角越小 切向速度越快 就磨砂越多 所以你要改变这个磨砂角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打磨比例 不合适的话 你要用考虑这个 腰大臂 腰大臂 这两解的运动 它的分量的匹配 比如说 它的磨砂角不够 打磨比例不够 磨砂不够 我要增加这个速度 增加这个速度 比如说这个速度增加了 水平速度不增加 那么这个速度就 合速度就这么一个速度 这个磨砂角就变小了 磨砂角变小 切向速度就大了 我们看看这个朋友 跟我做凸手动作的比较 看到切向速度 跟水平速度的比例 跟我做凸手动作 切向速度 跟水平速度的比例 大家看一看有什么不同 这个我想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打磨比例不一样 我这个水平 这个切向速度很快 注意刚才讲的这个打磨比例 指的是它的速度的比值 合速度跟切向速度的它的比值 不是讲它动作的幅度大小 并不是说切向摆动 或这个切向的速度一定快 不一定的 关系这个速度的摆动的速度 灰派的速度有关系 这样幅度很大 速度不一定快 所以这个朋友 你就看它这个 满腾腾的 这个切向速度 跟这个水平速度比例 是不合适的 这个朋友问啊 它这个侧摆的 够不够 这个动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侧摆 我们刚才讲的 侧摆不在于你幅度的 幅度的大小 而在于它的侧摆 引起的这个速度快慢 这个是周 看它左右摆速的时候 你看它 躯干的侧摆多不多 也很小 但是它速度很快 当你摆速越快的时候 这个躯干的侧摆 幅度越小 当你躯干肌肉越强的时候 侧摆的幅度也越小 像我们这个年龄大 发不出力来 它侧摆它幅度一定很大 它发力也加速 我们讲 侧摆跟弧线的差别 就在于打磨比例不一样 这个呢 这个增加切向速度 有点像打磨比例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水平速度也不够 老是往上多 重心前起 往前 水平速度稍微好一点 你还可以继续改变这种速度 利用转腰 大臂冒前 会改变水平速度 大臂小臂 要改变切向速度 重心转换现在于躯干 躯干重心转换 摆动引起的重心转换 重心转换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你躯干运动 回避运动是它的原因 产生的重心转换 是它这种动作的结果 一回事 你躺下了 一回事 就是重心转换 上转换 下转换 下转换